杰西卡阿尔巴在上个月的24日现身纽约街头被路人抓牌 当时他身穿一件灰色的外套下搭绿色牛仔裤 显得身材比较微胖一些 而当时很多网友都说杰西卡阿尔巴胖了之后不漂亮 对于杰西卡胖这个梗 我更觉得他穿这么厚 难道纽约的天气不热吗 而从近距离来看 杰西卡阿尔巴被服装显得确实有一些胖子 甚至是头发都有些不规整 看这样应该是刚刚沐浴之后的样子 但是我觉得杰西卡阿尔巴这种素颜被路人抓牌 已经非常漂亮了 自然很有亲和力 而当天杰西卡阿尔巴换了一件黑色西装外套 并且将头发弹起 但是这个角度来看 杰西卡阿尔巴的身材确实有一些微胖 没有以前女神形象的记事感 但是我认为就算是杰西卡阿尔巴胖了 也十分漂亮 毕竟多次入选世界百名最美女性 颜值自然是十分出色了 这杰西卡阿尔巴一天连换三次服装 显然是一位注重形象 爱美的女性的浅刻色的脸体装 一直是杰西卡阿尔巴的对爱 虽然身材被网友说成胖 但是我觉得37岁的她 能够保持这样的形象 怎会不知足 杰西卡阿尔巴坐车离开现场时 也被路人抓牌 显然圆润的脸型 一定会遭到外媒调侃 现在想一想 就更加觉得女人是真心不容易 漂亮的时候 甚至是被人赞美到极致 但是一旦过了桃李年华的时候 经常被人嘲笑也是常有的事情 谁说杰西卡阿尔巴胖了不漂亮 显然这种低级的笑话 还是别开了 人家一直美着呢 就像今年6月20日 杰西卡阿尔巴参加 Refiler就金山美术工举办的开幕活动 杰西卡一套紫色的修身西服穿搭 的是如此火辣帅气 完美展示了女神还是那个女神 从坐姿上就能看出一个人的性格 显然像杰西卡阿尔巴不但优雅得体 还如此自然随和 而近距离来看 杰西卡阿尔巴的体型 显然不像路人抓拍那样胖 而是身材如初 保养得都十分好 而且似乎岁月 并没有在杰西卡的脸上留下过痕迹 说她27岁都合适不过呢 在6月中旬 杰西卡阿尔巴现身洛杉矶国际机场 一身深蓝色的装扮 很有风度 走路自带 古风机自然是不在话下 而一顶女士礼貌更加助攻杰西卡阿尔巴的气质 自行拎包也毫无明星架势 这样的女星又贼 会不被她圈粉呢 我收集了杰西卡阿尔巴 2002年 在VHE大奖活动上 21岁的杰西卡看起来虽然青色 但是活泼的样子倒是十分可爱 高挑的身材 穿起牛仔裤和印花连衣裙 完全不嫌老 甚至还有一种年轻人的心意 总之杰西卡不愧 是全球最美女星之一 而且杰西卡阿尔巴的美是一种天然 十分难看 早年在02年8月4日参加听选择奖 杰西卡阿尔巴头戴鸭舌帽 身穿跨栏背心下搭六分裤出席活动 给我的印象就十分深刻 当时在无美颜 无打光的镜头前 简直是高调展现自己的形象 自信的魅力很有细致 在2018年的5月8日 杰西卡阿尔巴在参加WSJ春季工作室活动期间 说她胖了不漂亮的朋友们 想必此时此刻已经无言以对吧 没想到杰西卡阿尔巴还是美在巅峰 显然我在杰西卡阿尔巴的身上 看到最美的并不是她的颜值 而是她的自信阳光的模样 这样的魅力才是女人该有的样子 那么 说杰西卡阿尔巴胖倒不漂亮的 我认为这种低级玩笑 还是别开了